有民眾日前入住宜蘭一間民宿 但因為訂房系統出狀況 被迫換到另外一間民宿 沒想到第二間民宿屋內散落著垃圾 無奈之下他只好再換到第三間民宿 實在氣不過上網批評 不過第二間民宿老闆出面成親 他自己只是幫忙解決一開始重複訂房問題 才接待客人 希望可以幫忙化解糾紛 但卻被PO上網公審實在很無奈 入住民宿一打開房門 眼前卻是這亂糟糟的場景 滿座的垃圾沒收的毛巾到處亂丟 原來有民眾10月底入住宜蘭一間民宿 卻因為系統出包重複訂房 被迫換到另一間民宿 沒想到噩夢才剛開始 因為這間民宿垃圾一堆完全沒整理 只好再換家 一波三折終於成功落腳 但實在是氣不過PO上網痛批 兩個月前毀了訂金 一直到入住當天 才被告知要換地方住 折騰了一個小時 終於到下一間民宿 卻亂得無法住人 當初說好的烤肉唱歌通通都沒有 停車位也不夠 怒轟連補償都沒誠意 第二間民宿業者出面澄清 自己只是幫忙解決重複訂房的問題 才會接下客人 最後不但幫忙退了一萬兩千元訂金 還讓他們用便宜一萬塊的價格入住 釋出善意 昨天打電話來 我也現場直接再退五千塊給他啦 他們完全沒入住 我還送還退錢給他們 無奈客人不買單 事後業者還幫忙帶店補償五千元 讓他們去住下一間民宿 以為能平息紛爭 沒想到卻被迫上網公審 自認好心被雷劈 做人真的好難 記者李柯燕依然報導